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置了一个面试环节实力派唱将 劳模周深第二次登场 走进女队备战监后 一边鞠躬 一边跟前辈打招呼 在镜头面前 显得毫无偶像包袱 玉可维甚至还把周深的名字挂在在横幅上 再看谭维维一句废话都没有 明确表示 神圣直接加入把双向奔赴 只能说深深太受宠了 能够如此讨喜 绝不仅仅是周深的情伤很高 而是因为有了他的加持 女队想不赢都很难 本以为女队会在宋亚轩跟周深两人之间选择其中一位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韩红不按套路出牌 决定保持现有队形 并且撂下一句狠话 五个人PK你们七个人可以啊 很简单 重点强调最能唱的全在女队了 不愧是乐坛中的大姐大 简单一句话 瞬间就拉满了火药味 女队取名五朵金花家长韩红 男队取名葫芦七兄弟家长孙楠 没等开启正式舞台就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 飞行嘉宾 分别有内蒙古的儿儿古纳乐队网红说唱 歌手蛋壳个人更看好儿儿古纳乐队逼近网红说唱 属实太效忠了 家庭会议中 节目组还给七个男歌手 来了一场变装秀大娃孙楠技能 巨大化二娃鼓聚机 技能高瞻远瞩 出谋画策三娃陈楚生 技能金刚不坏 刀枪不入体案风格 主打一个硬喝理性 情绪稳定 四娃火焰兵技能热情如火焰燃烧五娃汪苏龙 技能如水一般顺滑 六娃则是万众期待的周深 技能隐身术 聪明机灵 善于行动其实还差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天籁之音提案四季 比方说桃花等于春天 夏天等于毕业季 秋天等于感伤 冬天等于温暖 一句废话都没有 表示想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四季 神深的一句句走心输出 无形当中 拔高了整档节目的利益 而宋亚轩作为家中最小的弟弟 董德西娜 向前辈学习 表现得同样很优秀 镜头一转 舞台竞演正式开始 胡彦斌赌场十一开场第一个开场 给所有歌手都开了一个好头 孙楠 陈楚生联手 现场了无名的人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都愿意支持陈楚生 在前辈孙楠面前 表现出丝毫不逊色 他们二人唱完 一出好戏才算刚刚拉开帷幕 号称诗情画意的国风频道 周深与宋亚轩强强联手 选区为邓紫棋的代表作桃花弄要知道 邓紫棋跟周深的四交一直都很好 之前还参加了周深的英宗时光音乐会 二指次选择演唱她的代表作 不知道圆了多少歌迷心中的梦 旋律一响 周深一袭白衣惊艳亮相 造型显得既帅气又阳光 松亚轩则是古装登台 舞台呈现出来的画风 颇有MV的既视感 尽现国风之美 瞬间就把观众带入到了舞台氛围当中 虽然二人的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在歌迷眼中 他们都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男子 松亚轩第一个开嗓 唱功干净好听 稳定输出 没有辜负万千少女对她的期望 换句话说 能够周深同台飙歌的人 实力都不容小觑 并不像营销号口中所说的那样 要知道 他们二人的桃花诺是合作舞台 并不是PK秀 歌迷看的是感染力 以及走心表现 只有营销号才会没玩玩恶地相互比较 非要争出一个谁更优秀没有任何意义 神深第二个结场 唱功自然不用多说 教科书是唱功 一如既往的吻 开嗓第一句就牢牢抓住了全网观众的耳朵 唱功也好 舞台表演也罢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深深与往常一样 把大部分高光唱段都让给了宋亚轩 秒边最强辅助 唱到第二段时 一句句绝美吟唱 再次击中了屏幕前所有歌迷的灵魂 相信不少网友都跟我一样 听到深深的吟唱时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愧是行走的CD机 令人不禁感慨 周深的嗓音 简直太制约了 堪称一绝 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还给了甜心教主王心灵一个特写镜头 只见王心灵脸上写满了崇拜表情 像极了屏幕前的你我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周深的炸裂唱功 感染了很多现场观众 每个人都没绷住 流下了眼泪 可见周深的舞台感染力有多强了 如同看了一部电影 除了震撼就是满满的感动 整首曲目听下来 二人的合作真正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节目播出后 据全网数据显示 光是周深跟宋亚轩的桃花诺单个视频点击率直线破译 炸裂舞台 刷爆微博热搜 不光为第三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刷新了无数路人对他们的固有认识 话说到这儿 周深跟宋亚轩才是本季最大的看点 不知道大家都对他们的舞台solo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